大家好,欢迎点进我的视频 那开始做这个Model Chrome的这个改装之后 很多朋友很好奇这个东西我改完了之后 你要拆这个CMOOSE拆完之后回去 焦平面还准不准 那我今天以这个GR3X来做一个演示 因为它这个结构跟我们普通的单反相机的这个结构还不太一样 它的焦平面的校准是不依赖那个垫片去调整 它是这个下面是弹簧 这三个固定螺丝看到吗 三角形的结构 三角形的结构 通过调整这三角形的结构和螺丝的松紧 然后来调整这个焦平面 我请给大家拆看一下它后面是什么样 这是主板 这是CMOOSE排线 它悬挂在一个什么上 悬挂在一个稳定结构 它通过电磁感应来控制这个防抖 这是一个防抖 然后这是三个固定螺丝的位置 它后面的其实是有三个弹簧 三个弹簧来控制这个焦平面的这个远近 然后从而视线我们控制这个焦平面的 校正 我们现在把它装过去 缝回去第一步是什么呢 到回第一步我们是先把这个螺丝拧到底 好 好 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三个螺丝都拧到底 然后呢我们将这个它原本的屏幕现装 好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拆机了 拍机之后我们看起来是这样的画面 我们在这个时候拍一张照片 这个后面是正对着一面墙的正对着这面墙 拍一张照片 拍一张照片之后呢 它回放 你看一下 这边 诶 是有点模糊 这边有一点模糊 大家能看出它吧 它不是最清晰的 但是如果我们移到画面的最这一侧呢 你看到啊 这边这一侧是没有问题的 那相机的那个成像镜头是反的 所以呢 我们想调整这一侧的画面的时候 那我们调不要调这一侧的螺丝 以下面我们先关机 注意刚才我们这个已经是拧到最里面的 所以我们来调这个螺丝 然后松半圈 好 我们换栏 回来之后 再拍一张照片 然后后放大 中间没有问题 你可以看到 刚才 模糊的这边 现在已经是非常清晰的状态了 让我们再看一下 这边 这边也没有问题 好 这边其实也没有问题 好 所以我们放到最大了啊 16倍 最正常是这样 那左右 那左右我们现在都调完了之后 我们现在还要看什么呢 还要看上 下 你看这个上 上面没有问题 上面没有问题 下面也没有问题 那我们基本上就把这个调好 我 现在是最大公圈 记得就这样再最大 好 中间没问题 那这边没问题 你看这边也没问题 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调好 然后我们装机就可以 所以 大家可以看到 对于里面 其实 为什么GR系列非常为近乎 就是因为它整个结构 其实 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精密 包括这个焦点调整 然后大家调完之后 其实可以在这个螺丝上面打螺丝胶 这样它就固定住了 就不会因为震动了 或者是使用 然后导致它 再跑掉 所以其实 很简单 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困难 说我 弄完了之后就无法复原了 不存在这个问题 好吧 谢谢大家